俄乌战争方面也出现新一波攻势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星期五再次大规模袭击基础设施 包括多处发电厂和配电系统 被无人机和导弹击中 传出至少一人受伤 一些原本为了准备过冬而修复的设施也毁于一旦 根据乌克兰官员预习的是中部和西部的热力级水力发电厂 总统泽林斯基在社交媒体指出 流进邻国摩尔多瓦的德尼斯特水电站也沦为目标之一 他批评俄国导致摩尔多瓦也面临风险 根据总理石梅加尔 乌国六个地区的能源设施同时遭到破坏 其中一家电力公司表示 俄军的攻击变得更加精准和集中 这波袭击也导致扎波罗热等三个地区实施停电计划直到晚上 同一时间乌克兰国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声称 自家设施议袭 乌群表示空军一夜之间摧毁了58架俄军的无人机 以及26枚导弹 路透社战是无法核实有关消息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